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機耕種 一般市民可能會覺得 不用农藥、化學農藥、化學肥料 稱之為有機耕種 這是一般消費者可能會理解到的情況 但我們希望作為有機農場 有時交活動、做教育 我們希望他們更加會了解多些 有機耕種整個背後的信念、態度是應該怎樣呢? 在我理解其中一件更加重要的東西 就是怎樣去尊重在大自然裏面 其他的生命、個體 我們是共用、分享地球的資源 而怎樣同時我們可以互相尊重生活下去 這是更加希望提倡你的生活態度 有些是絲瓜 現在是大二溪 就是五月種的,剛剛都收成了 我們都要包製 如果不包製,就給蟲吃光 總之的 我們是用絲瓜包製的 如果不包製,就很多果形都吃光 吃光就不好 我們同事來說 他們有差不多一半 其實都是本身以往有豐富的耕種經驗 可能超過十年的耕種經驗 而他耕種的方法 可能未必是完全的有機耕種 以往 我們在一開始營運的時候 接觸這些新的農夫 新同事 我們不是太困難去 改變他們以往那種耕種 所使用的物料 反而反而 一些耕種的方法 經驗 或者是時令方面 我們叫他管理的職員 是向他們去學習 這個是 也都很確確實實的 始終他們真的做了三十年的經驗 我坐一塊田 可能一個小時 不是氣力問題 是技藝問題 他可能十五分鐘已經做了一個小時的事 反而是我們向他學習 前線耕種的經驗 真的都交給他們 物料上面 我們可以做一些管理 這八年來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在農場 應該都是沙律菜 沙律山菜那類型的 可能因為沙律菜 因為那個給人感覺的檔次是高一點 我們可以接近賣 差不多高於一倍的價錢 而因為我們說的是有機耕種 我相信我們的消費者 他們都會願意去作為沙律去食用 不需要一定要煮熟 他只需要洗乾淨 他就相信我們的出產 雖然是慈善團體背景 但是我們做社會企業 都是用生業模式去做的 剛巧就是這個區比較遠 可能娛樂比較少 有些很願意戶外 和綠色體驗的人 他們就會 星期六天都不出去 暑假有些NGO 他們會開一些夏冬場 其中一點就會下來 即是五天 其中一天 要體驗有機耕種 他們就買了這裡的服務 我們會不會有個小的 有一個小的工作 是嗎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小的工作